获得最高科学技术奖的李德仁 他的成就到底有多牛 昨天呢有两位院士得奖了 还是我国最高级别的奖项 一位是工程类的 一位是理论物理方向的 当我在名单上看到李德仁的名字的时候 我想起了一件往事 也终于意识到李院士的成就到底有多牛 用一句伟大毫不为过 李德仁是做啥的 做摇杆技术的 只是他的一个方向 可能说起来大家很陌生 但是如果大家看到这个图 很多人应该会有印象 没错就是我们很多人知道的 布鞋院士李小文 他就是做摇杆技术研究的 他和今天获奖的李德仁院士呢 可以算得上是中国摇杆技术的泰山北斗吧 甚至呢李德仁教授还要年长几岁 很可惜哈 李小文院士呢前几年去世了 那这个摇杆技术真的这么重要吗 来给大家看一幅图 这是2008年汶川地震的高清摇杆地图 或许大家感觉到了这个话题有点沉重 但是也正因为沉重才能体会到李德仁院士的伟大 可能很多人还记得当年汶川地震的时间是5月12日 但是我们直到13日的下午才拿到第一张高清地图 而且还是意大利的卫星提供的 那为什么需要高清地图呢 当时在凤凰网的一个采访中 李德仁教授是这么说的 第一时间得到分辨率0.3米或者0.2米的图像 可以几颗的部署救灾力量 再直白一点就可以少死点人 而获得高清摇杆地图的方式 要不就飞机去拍 要不就是卫星 但是飞机因为种种的原因 没有办法挤飞航拍 拍出来的也没有那么高的分辨率 而且拍出来的时候都已经15号了 而那个时候我们能拍出高清图片的卫星 刚刚从四川上空走过 要等等再回来 如果我再支白一点说 一个是天上的卫星还不够多 二个是我们的摇杆技术 那时候还不够先进 而正是汶川低声之后 我国全面启动了高分辨率 对地观测系统的重大专项 简称高分专项 这个专项的主要负责人就是李德仁院士 专门针对了这两个问题 现在这些年我们已经往天上扔了 200多颗摇杆卫星了 而这些卫星利用李德仁院士团队 他们的技术已经把地图的清晰度 做到了国际上比较先进的0.5米 这样就解决了第二个分辨率的问题 这是前几年的新闻 也就是说咱早就能做到分辨率0.5米 及其以上了 而新闻里特意说了 这个是民用的卫星 如果是军用的呢 这个咱就不知道了 到底能做到多少 那必须比0.5米更高吧 说回来 也正因为有了这个系统 这几年我们在境内发生的很多地震 像什么卢山地震 卢棉地震啊 震灾评估工作 都已经可以在正后一个小时内完成 而九寨沟地震更是做到了 正后两个小时 政府就已经在网上公布了详细的列度图 现在可能很多一个小时就可以出来了 现在我们知道了 这个系统到底意味着啥 说白了就是人命 一条条鲜活的人命 有时候科技的本质它就在这里 这两年呢 我们也总能看到像基石山地震那种堪称神迹的救援速度 18号晚上23点59分地震 然后迅速集结开始进入政区 到了19号下午15点 救援基本就结束了 别说我们原来完全不敢想象的速度 就是现在你问问日本的地震灾民 问问美国他们的水灾灾民 就知道他们也做不到 但是中国人做到了 但这每一次救援背后 都有李德仁院士他们团队的功劳 其实哪有什么岁月情好 有的只是你不知道的人在负重前行而已 有些人有些事需要我们铭记